大家好,我是波丹新车技术码的Jason 那今天呢,Honda在本地进行了预览一个小改款的Jazz 而且这个小改款的Jazz呢,是一个Hybrid的版本 马来西亚非常的幸运 因为这一次呢,他们是这首次在全球范围里面公开毫无伪装的展示了一个Jazz的小改款 那大家可以看看,这次Jazz的小改款呢 他首先他的水箱护照在设计上面进行了一个很大的改变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呢,在这个Hybrid的版本上面 他并没有搭载LED的头灯组 他依然是采用一个传统的卤素灯泡 不过呢,大家可以看到 在他的前保险感下面呢,采用的是一个LED的一个热行灯 那在测试方面呢,他的设计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不过呢,在另外一个改变的地方呢,就是后面的保险感 后面的保险感设计呢,他采用了全新的设计 而且他的尾灯呢,也是没有改变的 包括了他后面的一个非常小尺寸的一个尾翼 那全新小改款的Jazz Hybrid呢,目前已经接收了预定 不过他要等到今年8月才会正式发布 在动力配置方面呢,这次小改款的Jazz呢,他依然分成汽油版和Hybrid两种版本 在汽油版本方面呢,他依然搭载1.5公升的汽油引擎 马力输出有120ps,而扭矩则有145牛顿米 如果是Hybrid版本的话呢,他这具汽油引擎的出力呢 因为采用了Arkinson循环的技术 所以马力输出只有110p,而扭矩输出也只有134牛顿米 不过呢,因为搭配了电动马达 所以它的综合马力输出达到了137p 其实大家都很担心一个问题就是 Hybrid在本地是否会水土不服呢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Honda声称这具Hybrid动力版本呢 他们已经在本地进行了为期两年的测试 而这两年呢,基本上都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大问题 所以大家都不用担心 那我们来看看它的后行颜向配置 大家可以看到 Jazz呢,并没有因为它是Hybrid版本的配置 而对它的后行领向空间有所通风减料 基本上它的后座行领向空间呢 依然是非常够用的 我们来看看它的内装 在小改款之前呢 Jazz Hybrid的内装呢 原本就已经是非常的大 而这一次呢,它依然搭载了一个 可以做多项调整的一个Magic Seat的一个座椅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呢 因为这一次Jazz Hybrid呢 它只是一个预览 而且原厂呢,已经把它前座 放了一个帐板 让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它前座到底有什么样的改变 那大家不好意思 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录影呢 背后有很多的杂音 所以我们只能够以比较 比较一个简单的方式 为大家进行录影 而且可能收音也不大好 那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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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